前一支影片中,我们学到了理想气体方程式 PV等于NRT 在开始学习它的应用前 先帮各位同学复习这条方程式 P是气体压力,单位是ATM V是气体体积,单位是公升 N是气体分子数,单位是MORE T是气体绝对温度,单位是K 当你使用前面所提到的单位描述气体时 理想气体常数值R就会是0.082 单位不同R值也会有所改变 我们使用压力P、体积V、分子数N、温度T等四个参数 来描述气体的状态 理想气体方程式最直接的应用 就是当我们知道其中三个参数时 将其带入理想气体方程式PV等于NRT 即可求出未知的第四个参数 举例来说,在室温25C下 某容量40公升的家用桶装瓦斯钢瓶 当屏碗快要用完时 读取钢瓶瓶口的压力计得知 其中压力只剩下为五大气压 且已知当瓶内压力剩一大气压时 屏碗即无法继续流出使用 若将以上参数带入理想气体方程式PV等于NRT 即可求出此瓦斯钢瓶中最多还有约6.54M的饼碗可供使用 现在让我们试着回答以下这个例题 已知氯酸钾适量122.5 加热分解可生成氯化钾与氧气 将12.25公斤的氯酸钾加热至完全分解后 将所生成的氧气存放在27度C下 最大纳压为200大气压的气体钢瓶中 则此气体钢瓶的体积至少因为多少公升 算算看答案是多少 同学们你答对了吗 12.25公斤的氯酸钾可换算为12,250公克 除以适量后相当于100莫尔 将加热分解的反应式平衡如画面所示 可求出生成150莫尔氧气 将参数带入理想气体方程式PV等于NRT 即可求出此钢瓶体积至少因为18.45公升 理想气体方程式是由波尔定律、查理、给吕萨克定律 以及亚佛加绝定律合并而来 这三个定律分别探讨气体体GV 与压力P、温度T以及莫尔数N之间的关系 当理想气体方程式出现后 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关于这四个气体参数之间的关系 例如定压定容下气体的莫尔数N 与绝对温度T乘反比 定温定容下气体的压力P与莫尔数N乘正比 定量定容下气体的压力P与绝对温度T乘正比等等 其中定量气体在定容下压力P与绝对温度T乘正比 此关系称为给吕萨克定律 可应用作为定容气体温度计 如画面所示 已知在一大气压27度C时 开口J型管左右两端的水银面 在等高的P、Q 将烧瓶中的气体加热 并调整软橡皮管的高度 使右端水银高度维持在P的位置固定不动 发现J型管左端的水银面比右端高19公分 我们可利用定量气体在定容下 气体的压力P与绝对温度T乘正比的关系 列出T1分之P1等于T2分之P2 再将前述的条件代入 即可求出烧瓶中气体的温度为102度C 由此量出烧平周围的盐水温度 另一种气体温度计 是定压气体温度计 利用的原理 是定压定量气体的体积V 与绝对温度T乘正比 也就是之前我们所学过的查理定律 装置图如画面所示 我们从观察有色溢柱的移动 来测量体积的变化 再经由查理定律 换算为温度的变化 借此测量温度 气体温度计的原理 是测量气体的压力或体积 并将其换算为温度 通常会使用沸点极低的气体 例如氦气 只要气体不易化便可使用 因此可测量的温度范围较为广泛 而传统的水银温度计或酒精温度计 测温范围受限于水银或酒精的溶点与沸点之间 现在请试着回答以下这个例题 有一定压气体温度计 在27度C时 读取有色溢柱的刻度 得知气体的体积为200毫升 将气体加热后 再读取有色溢柱的刻度 得知气体的体积变为201毫升 请问此时气体的温度变为多少度C 算算看答案是多少 同学们你答对了吗 由理想气体方程式与题目条件可知 对于定压定量气体而言 V与T成正比 代入算式可列出 27加273分之200 等于T加273分之201 求得T等于28.5度C 理想气体方程式经过改写后 可应用在气体分子量的测量 首先我们先写出理想气体方程式 PV等于NRT 其中气体目尔数N 这项与分子量有关 可以用质量W除以分子量M来表达 质量W的单位是功克 如此便可以将理想气体方程式改写为 PV等于M分之WRT 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测量气体的压力P 体积V 质量W温度T 就能够算出气体的分子量M 接着我们将这条数学式移向 将等号右边的M移到左边 等号左边的V移到右边 变成PM等于V分之WRT 其中质量W除以体积V 就是气体的密度D 如果R等于0.082M分之ATML时 气体密度D的单位是 功克除以公升L分之G 于是我们得到 PM等于DRT这条公式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测量气体的压力P 密度D 温度T 就能够算出气体 或是易挥发液体的分子量M 这个方法称为蒸汽密度法 以下简单说明 蒸汽密度法的实验流程 取过量易挥发的液体 放入已知重量为W1烧瓶中 以铝箔纸封口并戳一小洞 使平内压力维持与外界环境相同 记录压力P 接着加热使液体完全气化 记录温度T 冷却后 称重后得到重量为W2 扣除烧瓶的重量 即为蒸汽质量W等于W2-W1 将烧瓶装满水 并以两桶测量水的体积 得到烧瓶的容积 即为蒸汽体积V 其中蒸汽质量W除以蒸汽体积V 可写作蒸汽密度D 将记录之数据带入公式中 可求得蒸汽的分子量M 现在我们学会了PM等于DRT这项新工具 请试着回答以下这个例题 在一大气压27度C时 小明设计了一个实验 测量X气体的分子量 步骤一 取体积为500毫升的广口瓶 并称出重量为42.20公克重 步骤二 用排水集气法收集X气体 将广口瓶充满 并使其气压与大气压力相同 步骤三 将容器外的水擦干 测得X气体连瓶重 共42.77公克重 请问 X气体的密度是多少L分之G 算算看答案是多少 同学们你答对了吗 怎么算出来的呢 气体重量为42.77公克 减42.20公克 等于0.57公克 气体体积为500毫升 所以气体密度为0.57公克 除以0.5公升等于1.14L分之G 让我们再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 请问X气体可能是哪一个气体呢 算算看答案是什么 同学们你答对了吗 为什么是氮气呢 我们利用PM等于DRT这条式子 将题目条件代入 压力P等于1ATM 密度D等于1.14L分之G 温度T等于300K 即可求得分子量M等于28 顾X气体为氮气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一节的课程内容 1. 理想气体方程式是描述气体的四个参数 压力P、体积V、分子数N、温度T之间的数学关系式 可应用在与气体相关情境的定量计算或仪器设计 例如温度G 2. 理想气体方程式经过改写后 也可用来求气体的分子量或密度 最后让我们一起动动脑 现在已经知道可将气体密度D带入PM等于DRT适中 求得未知物的分子量M 但若利用气体充气 求气体密度时 需要注意什么吗? 例如 已知气球本身的重量为7.5克 充完气的气球体积为2公升 而像画面中这样 将气球放到秤上 读数为8公克 可以说未知气体的密度是 D等于2分之8减7.5 等于0.25L分之G吗?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我们下次见! 感谢和感谢和感谢